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它会出现的暗立体 所以这节课咱们再继续去讲 剩下的关于咱们验收的相关知识 以及我们给大家涉及施工组织的相关内容 好 咱们看一下俊工图 那么俊工图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俊工图 它是要必须做到完整的准确的清洗的系统的修改规范 签字等手续进行一个完备 对不对 那么尤其是咱们这个施工单位呢 在进行俊工图的一个编制的时候 我们一般呢是以单位工程 单位工程或者是专业为单位 这个咱们小大家注意啊 我们以的是单位工程 好 继续往下看 就咱们涉及到了它的签章手续啊 说这个俊工图呢 必须有编制单位在这个图标上方空白处 逐章的去加盖相应的一个俊工图章啊 尤其是咱们在这主要涉及到咱们是施工单位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具体的 它如何去加盖相应的图章呢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下面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施工单位进行编制俊工图的要求 那么我们的17年案例和14年的单选都出了想要的题目 咱们的二件呢 也案例题也出现了很多次 对吧 所以在此你必须要每种情况要掌握 首先咱们来看第一种 第一种是什么呀 就是没变 没动的时候啊 也就是这个俊工图啊 它没动 施工图啊 按照什么 施工图施工 并没有动的 那么我们施工图就可以作为施工图 此时你需要走的手续只需要一个 一个什么呀 就是在施工图上去加盖并签署 俊工图章就OK了 啊 俊工图章是什么单位的 施工单位的 施工图编制的 所以是施工单位的 对吧 所以第一个是没有动的时候 我是加盖并签署的俊工图章 这个要注意 来看第二条 那么第二个呢 就要进行动了 那么第二和第三都是要进行动的 我们一看起来变动 就会设置到一般性和重大的 那首先咱们来去看一般性的图纸变更啊 或者是符合咱们杠改或滑改要求的 我们可以在原施工图上进行杠改的 比如说我将我的10毫米啊 10毫米的厚度变成15毫米 对吧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在原土上进行杠改 好 这些情况下呢 一般只要它变了 我们要注意的话 它就要说明的 第一个在说明栏里边 你应该著名的变更的依据 那么我们还需要走的第二个手续 它就是也叫加盖并签署的俊工图章 仍然是咱们施工单位的 所以一般性的变化 它是需要两步走 只要变了 我们说明栏里边 你就要说明的是它的变更依据 对吧 那么第二条呢 我们要去加盖并签署的是俊工图章 这就是咱们的第一 第一没变 第二一般变 来去看第三 第三涉及到什么呀 重大的 重大改变 比如说咱们的结构形式啦 工艺啦 以及平面图的布置啦 重大改变 或者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在这个图上啊 变更的面积啊 也就是变更的图面 超过了多少呢 超过了它的三分之一 这个三分之一 我们需要大家注意 比如说给出你45% 你说有没有超过三分之一啊 你要进行判断一下 是超过的 对吧 那么这种重大变化 以及图面改变 超过三分之一的情况 你需要走的手续是什么呢 我们来去看第一种 第一个要干什么呀 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 重新去绘制俊工图了 重新去绘制了啊 注意 重新去绘制 那么呢 可以不再去加盖 咱们这个俊工图章啊 可不再加盖俊工图章 那么绘完了以后 你要注意这个重绘的图 它的处理是什么样子的啊 重绘的图的处理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就是咱们要去注意的点 重绘图要按照原图编号 要按照原图编号 对吧 那么来看 它重大变更也是变更啊 所以这个说明栏里边的变更依据 是不能少的 在说明栏里边注明它的变更依据 由于咱们是重绘图 所以要再次写明这个绘图的相关信息 也就是在咱们这个图标栏里边 你需要注明的是哪些啊 就是第三大块 你重绘图 你绘是有什么 所以我要注意的是绘的是竣工阶段 还有什么呀 绘制竣工图的时间单位和责任人 你重绘了吗 所以你要注明在图标栏里边 注明的相关的信息 第一个和竣工阶段什么时候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我绘图 我什么时候绘的 谁来绘的 这个单位 这个责任人是谁 这就是咱们重绘图 它需要满足的三大条件 三大条件对吧 那么我们的题目之中呢 会要大家注意的三大条件 那么三大条件完了以后 还涉及到是什么呀 还是到一个章吗 我们说刚才说了 签字盖章手续要完善吗 所以这三大条件完了以后 我们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 它重绘的图 我们涉及到是监理单位来上岗了 说监理单位呀 你要去加盖一个章 但是呢 它这个在图标上方加盖并签署的 叫什么呢 叫进攻图的确认章 所以它要满足的是四条 四条均满足了才OK 怎么了 好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啊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涉及到的 没变 一般和重大变 它涉及到的手续 都涉及到几个要点 这个我们再次强调啊 尤其是咱们这个重大 是考过很多次了 考过很多次 无论是案例 还是咱们的选择啊 咱们章是谁来盖 我们你要变的时候 要注明的变更依据 重大变更的时候 重绘图 对于这个重绘图 你需要满足的手续 涉及到四处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好吧 我们的选择案例都会出现 好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我们17年 到底如何去除想的题目啊 诡辩背景资料 给出来了相应的 一个河道整治工程啊 2015年的10月1日开工 那么我们这个承包人呢 在进行编制竞工图时 对其中的图面变更比例 超过三分之一的施工图 进行了重绘 对不对 重新绘制 并按照档案验收的要求呢 进行了编号和标注 我们来看问题 说承包人重新绘制的竞工图 应如何编号 第一小问 如何编号呢 来看第二个 竞工图图标栏里边啊 我们说明栏里边 注明的是变更依据 那么图标栏里边 你要注明的是它的时间 谁来会 那么第二问呢 就是涉及它的图标栏里边 应标注的内容有哪些 好 这个呢 我们要去注意 那么我们编号呢 就是按照的是原图编号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图标栏里边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点 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著名的它的进攻阶段 还会涉及到什么时候编的 单位和人 第二个呢 我们的图标栏里边 还要去加盖并签署 持监理单位的确认账 对吧 所以这两个是 这个我们要去注意的点 所以到两大块 施工阶段 时间 负责人 制作人 进攻阶段 编制时间 单位和责任人 对吧 这个大家要注意 还有那个渣儿 别忘了啊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咱们相关的题目 第一个呢 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原图编号 那么我们再给大家 去整理答案的时候 给大家进行一个补充 叫说明栏里边 去注明它的变革依序 虽然它没有说明栏 但是我们给大家写到了 对吧 好 那我们一起来去看 图片栏里边 需要注明的 第一个呢 就是咱们的军工阶段 第二个呢 就是绘制军工图的 时间单位和责任人 那么第三块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点 就是我们设计到图标栏 所以咱们在图标上方 去加盖并签署的 这个军工图确认章 也是需要写上的 这就是咱们所涉及到 关于我们军工图 它的案例题的考点 好 没有问题啊 不错 咱们学完还能把这个字 都给我写出来啊 写的还是不错的吗 好 我们一起来往下看 第三个 第三个提到的 就是归档时间 有什么时候来归档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啊 说可以分阶段 可以分阶段呢 在单位工程 或者单线工程 完工后 向它归档 也可以和啊 也可以就是在咱们 主体完工后 向它归档 所以呢 我们既可以分阶段 也可以一次性 对不对 那么一次性是什么呀 就是主体工程 完工以后 这个要注意啊 分阶段一次性 好 那么它的时间呢 除了除了我们进行一个分段和一次性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范围值 我们来去看一下 说整个项目的归档工作和项目法人向有关单位 有关单位去移交 像样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这个工作 它什么时候就完成了 是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的三个月内完成 为什么在这儿去强调这个呢 咱们前面提到的阶段验收啊 提到的各大专项验收啊 水保环保啊 对不对 我们一般都是在竣工验收前啊 各项验收就已经完成了 对吧 我们都是在竣工验收前 竣工验收是最后的 但是呢 那在这儿需要大家去注意的点啊 对于我们归档工作和相应的移交啊 和档案移交工作 它是要在竣工验收后的三个月内完成 这是验收后啊 这个小注意小点 需要大家注意的细节啊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这个小细节 一个后 好 这就是关于咱们归档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第四个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对于咱们这个验收方面的基本要求 就是一个标准 一个评级 对吧 好 我们来看啊 说这个档案管理标准呢 满分是100分 我们的验收结果呢 它是分为了三个等级 那么这三个等级 并不是咱们说的123 也不是咱们所说的优良啊 优良 合格 那么是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是优 我们是优良 合格和不合格 三个等级 对吧 一般咱们设计的不合格 那它就不属于咱们的等级了 那你还记得呢 咱们这个安全生产标准 划平分的时候 我们是分为了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那么下面这个不合格 并不属于它的等级 对吧 但是在这我们的档案 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三个级 叫做优良 合格和不合格 它的一个简单区分 我们要去注意 我们要去注意 那么来看后边的一个评分 就是比较相似了 是90分级以上的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优良 那么我们的合格呢 就是指70分到89.9分 对吧 那么不合格呢 就是70分以下 70分以下的 是不是 好 那么不合格70分以下呢 是咱们这个档案管理标准 那么生产标准化 它如果是70分以下 是几级呢 还是不合格呢 还记得吗 这个是不合格 咱们这个生产标准化 评审的时候 对吧 生产标准化 评审的时候 它如果各项的各项得分 是70分以下的 是什么呢 它是三级呢 还是不合格呢 对 属于的也是咱们的不合格 对吧 咱们是七八九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 哎 这个呢 咱们也是大家要注意到 这两个是相同的 对吧 秒记注意的点 好吧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的验收时间 那么我们这个大中型啊 水利工程呢 是在进攻验收前 进行的这个档案的专项验收 你要是这是档案专项验收 前面提到的是什么呀 归档的工作 对吧 啊 这个是专项验收 应该在它验收前 那么其他的呢 比如说咱们的小型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同步进行 注意的点就OK啊 好 这就是咱们所涉及到的 关于验收 它的标准和档案 验收的标准和时间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啊 我们往下继续看一个抽查比例 就是我在验收的时候啊 不是一个一个的 我都验收完了 我们是采用的是抽查方式 那么这个抽查方式 他要去注意 一般我们抽查的时候啊 不得少于项目法人 应保存档案的8% 数量的8%啊 那么其中进攻图呢 不得少于一套进攻图的 百分之总数的10% 因为进攻图 它就有更为一个代表性 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 对吧 要去注意这点 那么档案的总数量呢 应该是在200卷以上啊 我们前面限制了 它一个百分数 但是呢 我们后边还有一个总数 总数是200卷以上 那么在这儿的话 跟大家涉及到的点会比较细 因为咱们基础课嘛 我们尽量给大家去覆盖 更全面的指示点 好吧 这就是咱们所涉及到的 关于抽查比例 这儿提到了一个 8% 10% 以及我们总数的200卷以上 好 我们一起 关于我们的专项 试控方案呢 专项验收呢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那么一起来去看一下 这个简单的小考点啊 说关于我们的什么呀 档案验收结果的评级 它如果是88分的时候 它是平的是什么呢 评的什么呀 评的是咱们所说的合格 对吧 90分级以上 90分级以上 水有两 也就是70分到89的9分 是什么呀 合格 那么70分以下呢 是不合格 我没有提到是较差 这个级别 因为我们总共就分为了三等级 好 没有错啊 好 那么关于咱们水利工程验收呢 就跟大家讲完了啊 我们涉及到它的相应的分类管理 那么后边涉及到咱们的项目法人 那么再有就是咱们政府验收 政府验收我们给分开了 我们讲了阶段验收 讲了竣工验收 讲了咱们的专项验收 好 关于咱们的水利验收呢 水利工程验收就讲这么多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下面呢就会提到了一个水电啊 就是水利发电 水利发电工程验收的分类及相关的作用 那么这一块的内容呢 涉及到的点呢 相对也是比较突出的 因为我们主要是以选择为主 那么当你选水电的时候 要去抛开我们水利 因为我们的水电和我们水利是不一样的 水电提到的能源 对不对 水利提到的水行政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好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到底不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抛开呢 因为不一样 所以单独学出选择就OK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水电 那么我们这个水电呢 它呀就是总的起来分为了两种 一个叫阶段验收 一个叫进攻验收 不再涉及前面说啊 什么法人验收啊 什么政府验收 不再涉及 因为我们的水电基本上相通的 都是咱们的政府 这个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们分的是阶段验收和进攻验收 那么的阶段验收呢 主要包括的是什么呢 包括咱们的节流 包括蓄水 包括水轮机发电 水轮发电机组启动 包括这三个啊 和前面很像 但是呢 我们只设计到其中的三个啊 只设计到其中三个 包括叫节流啊 蓄水 水轮啊 水轮发电机组启动 不再设计咱们引掉水 等 对吧 好 这就是咱们三个 那么我们的16年单选呢 就让大家去找出 找出哪些属于它的阶段验收 哪些不属于它的阶段验收 所以咱们要去注意 它只是这三个 蓄水 及 节流 蓄水和启动 节流 蓄水和启动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的节流和蓄水 验收前呢 还要进行咱们这个一面安置 等专项工作 这个要注意的点 知道了 我们还是到一个专项验收 好 那么一起往下看呢 刚才提到一纸水电 水电就和能源相关了 所以咱们是由国家能源主管部门负责的是它的一个监督管理工作 对吧 国家能源 好 那么具体的来去实施的呢 就涉及到的叫咱们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啊 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水电工程验收的管理指导协调和监督啊 这个咱们要去注意和能源进行挂钩了 对吧 好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下面这个16年的题啊 可能单选说下列不属于水电阶段验收的是水电阶段验收分为了仨 什么呀 节 蓄 起 那不属于的是什么呀 节流属于蓄水属于机组启动属于什么部分投入使用 不属于它属于水力工程的 对吧 所以选的是哪个选项呢 对咱们的4D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下面呢就会涉及到具体的水力水电里边具体的验收的基本要求 首先咱们来去看它的阶段验收 刚才咱们提到了啊阶段验收包括撒蓄水节流还有启动 对吧 那么我呢就会把咱们教材上 因为它主要是考到咱们的选择题 所以我把教材上的一个讲义呢进行一个整理 帮大家以表格的形式出现 更好的进行一个对比去选出相对答案 对吧 好 所以咱们也要去注意一下啊 关于水电里边它阶段验收里边涉及的点 那么首先咱们先去看咱们的节流和蓄水 节流和蓄水一起啊 我们后边还会涉及到的就是咱们的急速启动 那么据它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从它的验收申请 验收组织和验收成果说到的 好 那么来去首先来去看节流 那么我们的节流是什么呀 节流你什么时候交申请啊 你什么时候交申请啊 是在咱们的节流前的六个月 节计划节流前六个月去交 那我向谁去交呢 肯定是向法人呢 向法人向谁去交呀 向哪个政府部门呢 就是提到了咱们叫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 前面提到了他具体干了 对吧 所以咱们提到的是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要消班申请以后 复合 复合他相应的一个条件 验收条件 我们要进行一个验收组织 那么这个验收组织里边涉及到的组织者是谁 组织者是谁啊 那么节流的话 节流的话 我们是项目法人 会同 省发改委 省级发展改革委 还有能源主管部门 共同去组织的 项目法人会同 他们共同去组织的 项目法人会同相关的单位去组织的 对吧 那么这些参加者呢 就是咱们相关的政府部门啊 还有项目法人所所属的计划 计划单列企业 这个呢 计划单列企业呢 就相当于它在咱们这个国民经济里边去的 起着举足轻重的一个作用啊 我们计划直接下达 不再涉及到政府部门的政府级别的一个传达 这就是计划单列啊 我们计划单列的话 我记得有一个叫中国长江航天 还是什么公司来的啊 不知道有没有学员在这样的公司啊 都比较高大上的 还有一个关于叫长江计算机的什么集团 这些呢 都属于咱们这个计划单列集团啊 我们简单知道一下啊 非常好的一个大企业 是不是 好 这些企业呢 或者是中央管理的企业 我们就直属我们这个大的部门管的 是不是 好 这些企业 那么还有呢 就是咱们的有关单位和专家的专家的参加 那么关于他的参加者呢 我们简单知道一下 就是除了政府部门 我们还会涉及到一些直管的一些大企业啊 这些就OK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在我们这个组织者里边 我们会涉及到一个主任委员啊 谁来说了算 主任委员吗 谁来说了算 还有一个副主任委员 那么这会儿呢 咱们看组织者就要去看他的 首先来去看他的主任委员 说了算的是谁 那么对于我们的节流呢 是项目法人说了算 因为是谁啊 项目法人去会同相应的发改委和能源主管部门啊 去组织 所以我们这个去决定性的作用呢 叫做主任委员 是由项目法人来担任的 项目法人来担任的 这个区点我们要去注意啊 好 他的验收成果呢 就叫做工程节流验收的检定书 对吧 这就是咱们的节流 那么看完节流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蓄水啊 蓄水验收呢 他什么时候去交申请报告呢 他是计划下闸蓄水前六个月 也是前六个月去交申请报告 那么将来申请报告你向谁去交呢 向哪个部门呢 是向工程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 也是向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 只不过呀 此时啊 你还要报送给其他的部门 哪些呢 什么报送工程蓄水验收申请 并抄送给验收主持单位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的 我们还要去报送跟抄送相应的一个部门 验收主持单位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申请交完了以后 我们来去看一下关于蓄水的验收组织有哪些 那么蓄水的验收组织呢 他的负责人叫做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 进行负责 并委托相应的单位呢 作为技术主持单位啊 组织相应的委员会进行一个验收 这为什么说到技术呢 前面咱们还知道吗 因为我们会提到蓄水验收 会有一个蓄水安全的鉴定 还记得吧 在我们这个店这也是水店里边也会提到一个技术的鉴定 所以呢 我们除了相应的组织委员会的参加 我们还在这提到了一个技术主持单位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啊 技术主持单位 因为会设立到安全的鉴定 有自制的 对吧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关于组织者 首先我们要去注意 有谁来去负责的 我们说不一样的啊 那么参加者呢 和咱们的节流是一样的 有单位 有政府 那么继续往下看 主任委员 有谁来去负责 那么谁就来做主任委员 有谁呢 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进行担任 也可以去委托技术主持单位担任 对吧 要去注意的这一点 那么他的演出成果呢 仍然是演出的鉴定书 那么鉴定书呢 叫的名字不一样了 蓄水就是蓄水的鉴定书 那么节流就是节流的鉴定书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啊 第一个你要明白他的时间是什么 第二个 有谁来负责 那么主任委员有谁来担任就OK了啊 因为不一样的 一个是项目法人 一个是省级人民政府 农院主管部门 因为我们的节流 他除了项目法人要会同 相应的政府部门 对吧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需要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啊 从时间和主任委员的 谁来负责 进行把扣 三个小方面 好 看完咱们的节流和蓄水 那么一起来进行看一下咱们的机组启动啊 对于咱们的机组启动呢 他也是要交验收申请 验收申请什么时候交呢 他是验收前的三个月 第一台啊 第一台水轮机发 水轮发电机组启动的前三个月 这是设置的三个月 前面是六个月 对吧 好 那他的向谁进行交呢 就是向的是省级人民政府 能源主管部门啊 也要进行超送 超送这个单位是谁呢 那么要注意的超送的是电网经营管理单位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机组启动 启动吗 机组启动 所以到电了 所以他要超送的是叫电网经营单位 对吧 好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么所以他的看我们的验收组织 他的组织者呢 是由咱们的项目法人会同 会同的是谁呢 电网经营单位啊 电网经营单位 这个由优业一起是项目法人 又其实是第二个由项目法人会同 那么会同就不一样了 因为是涉及到电 所以他电网经营单位 对吧 好 这就是咱们的验收组织 那么参加者呢 就会涉及到的也是各级的发改委呀 加上咱们的相关的部门 还有能源主管部门等 对吧 对参加者我们了解一下就OK了 好 由于他的组织者是项目法人 会同相应的电网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他的主任委员 有谁也担任 主任委员呢 就是由项目法人与电网 协商进行确定的 协商进行确定的 因为我申请交的时候 也抄送了电网 对吧 申请交的时候 抄送了电网经营单位 那么我的组织者呢 是他们两个一起 所以主任委员呢 就应该有这两个 一起去协商决定 所以在这儿 需要大家注意的 这三者有他的共性 也有他的补充 那么我们出题的时候呢 主要集中的 就是他的主任委员 或者是说 有谁来负责 有谁来组织 再有呢 就是我们交的这个时间 这个呢 就是咱们市里的选择的考点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 演出成果就和前面一样了 叫演出监定书 这就是咱们所说到的 关于这三大阶段演出 他所涉及到的小考点 那么刚才在讲的时候 一直说主任委员 取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呢 在咱们水店里边啊 除了主任委员呢 我们还会去设 副主任委员 副主任 那么这个副的 到底谁来担任呢 我们来去简单去过一下啊 说这个副主任委员呢 对于咱们这个节流 对于这个节流的话 节流验收的话 涉及到的就是 省发改委 省级发改委 还有能源主管部门 再有呢 还有一个技术的单列企业 对不对 如果是咱们的蓄水的话 仍然有咱们这个 省发改委 省级发改委 还有技术主持单位 技术单列集团 那么最后呢 关于咱们这个电企 机组启动 机组启动呢 仍然第一个 就是省级发改委 那么能源主管部门 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 国家能源主管部门 派出机构 因为它说得到电了 所以在这儿 有一个不同的机构出现 我们是在这个副主任委员 并没有给大家出过相当题目 但是呢 我觉得可以出一个题目 比如说出道的题目 是什么啊 说在我们这个蓄水 节流 节流蓄水和机组启动了以后 哪个单位可以 都可以去担任 副主任委员 哪个单位 也就是共有的 这个副主任委员 都可以去担是谁 谁呢 谁都可以担任呢 十年还靠啊 别放弃啊 谁都可以担任呢 谁呀 共有的是谁呢 我们要去找它的共性 就是省级发改革格委 对吧 省级发改委嘛 那么我们需要大家去注意 为什么我说在这儿 可以出很好的一个选择题呢 因为共性的 你看A B C D 对吧 ABCD嘛 然后选的谁呀 就是省发改委嘛 对吧 你看能源的话 能源的话 我们是指节流和发电 那么我们的技术单列呢 是指咱们的节流和咱们的蓄水 对吧 所以咱们要去注意的话 虽然没有出过题 但是可以去出 想的题目 发改委 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他曾经出过详的题目的是14年 14年出什么呀 说水电工程验收呢 水电的工程的节流验收 出的是节流验收 由项目法人会同什么等单位共同组织呢 哪个单位呢 是咱们的项目审批部门吗 谁呀 还是咱们的之间总站吗 之间总站和咱们前面的质量和安全 相关的 是不是 所以在这儿不再提 那么再有呢 是电网吗 电网提到的是什么 电网提到的和电机组启动 就是咱们所说的省级人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 所以选的是B选项 好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这就是咱们14年出道的项目 那么关于我们的实践呢 我们的18年的二践 曾经在他的实践上 实践收申请报告的实践上 出过现在单选 我们是有六个月的 有三个月的 两个六个月 一个三个月 对吧 你要去注意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呢 我们除了阶段验收 在水电里边 我们还设计一个 就叫做竣工验收 对不对 那么竣工验收呢 17年的单选呢 就出了我们的相应的 关于竣工验收的点 对于竣工验收呢 我们主要涉及到了三个验收 第一个呢 叫做特殊 特殊单向验收 也就是我们提前啊 比如说在咱们水里里边的通行 对于通行 你必须得提前运行 那么要不然就影响咱们的通行 所以这个叫特殊的单向工程 好 那还有呢 就是咱们给出来的枢纽工程专项 枢纽工程专项提到的 我们枢纽工程专项 比如说咱们的移民安置 专项验收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是咱们所涉及到的竣工验收 那么一一来去看一下 仍然是从它的验收申请 验收组织 以及它的验收成果 跟大家去看一下它的区分 以及联系 首先咱们交易验收申请的时间呢 对于我们的特殊单向的话 它是计划前的三个月 对于咱们的枢纽转项的话 它也是三个月 那么对于我们的竣工呢 它是一年内啊 所以在这儿时间上 是比较好进行区分的 对不对 最大的就是竣工 那它是一年内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交易验收申请的一个部门 验收申请的部门呢 是都是一样的 像谁像呢 像我们省级人民政府 能源主管部门 并去报送 并抄送相应的技术单位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的点 这就是咱们报送的 那么这个部门和谁很像呢 抄的是技术主持单位 这个验收申请报告的部门 和咱们前面的哪个验收 是很像的呢 和前面的哪个验收 是很像的呢 还记得吗 前面我讲了三 哪个是要去抄送技术主持单位呀 谁 谁说节流呢 节流吗 安全建议 所以提到谁呀 蓄水嘛 对吧 对蓄水 好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那么继续来往下去看咱们的验收组织 那么验收组织 它的组织者呢 对于我们的特殊单项的话 提前的是验收主持单位 主管主持单位来去组织 对于我们下面的书女专项 以及工程进攻验收呢 它主要是由咱们省级人民政府 能源主管部门来负责的啊 省级人民政府来负责的 并委托向有有业绩的技术技术主持单位啊 进行一个组织 有组织者 很像 有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负责的 咱们前面那仨都有谁呢 前面那仨都有谁 还记得吗 谁 对 是咱们的蓄水 是吧 仍然是蓄水 好 原来和蓄水一样 对吧 那么参加者呢 就是邀请相关的部门 或者是单列及单列企业 还有咱们的专家进行参加 我们来看主任委员 那么他的主任委员 既然是由你省级人民政府 能源主管部门来去负责的 所以他的主任委员和咱们的蓄水 也是一样的 由咱们省级人民政府 能源主管部门担任 或者去委托 现在的技术主持单位 对吧 所以呀 我们的枢纽专项 和工程竣工 在实践上不一样 但是呢 在我们的验收组织 是和我们的蓄水 是一样的 是不是 蓄水是一样的 所以你去了前面那一个 那你是不是后边这两个也学了 对吧 那最后的验收成果呢 仍然是给出来的鉴定书 好 这就是关于咱们 关于咱们前面 所涉及到的竣工验收的相关要求 我们来去看一下17年 这道单选 到底怎么去出的呢 说枢纽专项 它是由谁来负责的 由谁来负责的呢 由咱们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来负责的 选择C 好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啊 那么由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负责的 除了我们的枢纽专项 还会设计谁 总共三呀 总共三个验收 除了咱们的这些枢纽专项 还会设计到我们的二和三 谁和谁 对 设计到咱们的蓄水 还会设计 第三个叫什么 集足启动吗 真是困了啊 谁 集足启动 集足启动 那是什么 电 谁呀 军工吗 刚看到 对 所以这个咱们要去注意啊 他可能会给你出一个相应的多选题 让你去选呀 下一列由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负责的是谁 对吧 因为咱们的节流 涉及到谁呢 项目法人会同 对不对 节流项目法人会同 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 咱们的集足启动呢 是项目法人会同的电网 所以由咱们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负责的 就是咱们所说的蓄水 竣工 以及咱们给出来的收集着项 你让我去注意啊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咱们水电验收 水电验收再次强调比较简单 而且它的突出考点也是比较多的 负责人 交申请 向谁交 时间是什么 就是这么三个考点啊 所以咱们要去捉一 就OK了 好 那么关于咱们的验收呢 就跟大家到此结束了 那么继续往下看 那么咱们往下看到的呢 就是关于咱们师祖 也就是施工组织设计的相关讲解 那么师祖呢 也就最最的核心的考点 就会涉及到一个叫什么 叫咱们的进度图 那么对于进度图呢 有很多学员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么今天呢 咱们再次从头再去学一遍的进度图 来去看一下我们水地食物 它靠的难易程度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也就是咱们的进度 是最好拿高分的题 也是最好拿零分的题 那到底你拿高分还是零分呢 那么今天你就跟我学起来 好吧 别拿零分啊 还是拿高分 好 我们一起来去往下看啊 本节课的主要考点 包括什么 那么本节课的主要考点呢 第一个呢 想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咱们的施工工厂的系统 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我们重点去掌握的 就是咱们的混凝土系统 混凝土系统呢 我们给大家从生产到 制冷制热和供电 对于混凝土系统 这涉及到两个公式 这两个是重复的公式 那么这两个公式呢 它的考的选择和案例都会出 所以呢 对于混凝土系统 掌握的是案例加选择 案例加选择 对吧 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施工分区布置图 施工分区布置图 就是平量图的一个布置 那么所以咱们要懂得实图了 实图非常流行 所以必须要懂 好 那么这个呢 咱们主要是以案例为主 所以跟大家设计到 我们的八大区 到底如何去划分 以及给出大家一个案例题 让大家去掌握我们布置的要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咱们的核心中的核心 它考你的进度 进度呢 我们在水里里边主要设计到的 有咱们的横道图 还有咱们的进度曲线 最后呢 设计到的是网络进度计划 网络进度计划 我们设计到的双代号和石标 对吧 好 我们将跟大家有以案例题的形式 告诉大家 我们水里边的考点在哪 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四个叫专项施工方案 对于专项施工方案的话 我们在这节课呢 由于咱们的时长呢 我没给大家去安排 所以咱们要注意一下 它有这个啊 专项施工方案 18年的一件考了 19年考了 也考了 考了一个大题 也是案例题 所以咱们要去注意一下 OK 好 我们继续重点去解决的是 前三个考点 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涉及到的 就是咱们的施工工厂的设施 那么施工工厂的设施呢 我们主要跟大家涉及到 就是关于咱们这个 砂石料的加工厂啊 我们不要跟大家说到 什么任务是什么呢 任务呢 我就不跟大家去强调了 我们主要跟大家去介绍的 几种主要的施工工厂 对吧 包括哪些 第一个提到的 就是砂石料的加工系统 砂石料吗 砂石 作为混凝土 它承担的是什么角色 承担的是什么角色 砂石 是什么呢 有知道的吗 忘了 提到混凝土 混凝土有骨料吗 对 但是呢 现在咱们不叫骨料 叫鸡料 是不是啊 那骨料和鸡料 它的名称 表示的是一个意思 我们注意一下啊 我们来看砂石料 砂石料的加工厂 那么我们的砂石加工厂呢 有破碎 筛分 制砂等车间和堆积厂组成 同时还配有 设有相应的供电啊 给排 挤排水呀 和污水处理等辅助设施 对不对 我们有破碎 筛分和制砂 对吧 因为我们的破碎 因为我们有天然砂石料 和人工砂 那我们来进行筛分 我们要筛成咱们的中砂 粗砂 细砂 以及特细砂 还有咱们要进行制砂 要什么样子的 对吧 好 那么看到筛分了 来一个 既然大家想联系比较紧 来中砂 中砂的细度模式是多少到多少 中砂的细度模式多少到多少 有不知道的吗 没有不知道的吧 是咱们的2.3到3.0 2.3到3.0 是不是 好 没有不知道的啊 那么这一份 19年出了必拿啊 好 这个大家要注意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关于这个砂石加工系统 它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 那么我们这个砂石加工系统 它的生产规模 我按的是毛料啊 毛料啊 毛料就是毛石 因为我们除了说的毛石 块石 片石 毛石 毛料呢 就是没有经过处理的 没有经过处理的 对不对 它就是我们的毛料 它的出来 它的生产能力呢 分为了特大型 大型 中型和小型 好 那么我来继续看一下 它到底如何去划分呢 我们来看啊 说我们首先就要去看中型 就OK了 那么中型呢 就是大于等于120 小于500的时候 它就是中型 而且我们的单位是T 每小时 T是什么样 蹲 按照小时 一小时处理多少 蹲 对不对 它的处理能力 所以我们是120 500 120 500 对吧 120 500 那么我们大型的时候 就是500到1500 小型的时候呢 就是所涉及到的是 小于120 所以呢 咱们要去注意的点 这儿呢 也是包小不包大 啊 在这儿我们就注意一下 这个120和500 就OK了 好 这就是关于咱们这个 砂石料加工系统 它的一个分类情况 那么这一块的内容呢 是咱们18年 18年新增的点 但是在18年考试的时候 并没有设计 所以呢 我们19年到底会不会设计 这个考点呢 我讲了120和500 咱们要去注意一下 就OK了 120和500 要注意啊 好 这个咱们要去注意的点啊 120和500 还有你的233 想到233了以后 想到它的一个发分啊 对 这就是我的套路吧 你们得注意啊 是不是 好 我们来去看我们的混凝土 混凝土生产系统 对于混凝土生产系统 我再次强调 我们在前面 关于我们技术部分 技术部分的第六章 混凝土罢工程上 已经跟大家去讲了 关于混凝土生产系统 它的计算 以及叫合 那么在这呢 是重复的两个 再次强调啊 重复的两个公式 但是呢 我们在字母意思上 也有细微的差别 但不影响它的全局 和它的原理 所以我们再次去回顾一下 想到知识 就OK了 首先咱们这个生产规模 我们在前面提到了 它的半核楼 是不是 我们意外都是用半核楼 半核楼是你的五层 是吧 好 那么它的规模呢 应该去满足它的质量 品种 出击口 混凝土和胶住强度的要求 我们主要是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单位小时 一个是每小时怎么办 对不对 每小时什么呀 单位小时生产能力 按照的是什么呀 越高峰强度 越高峰强度 一定要去注意 这个越高峰强度 这个强度就是用多少工作量量啊 有的很多学员在这还问问 老师这个强度是多大吗 不是 是量的一个描述 量的一个描述啊 量的一个描述 叫的是越高峰强度 进行叫和 对吧 我们来再次去回顾一下这个公式 16年呢 就考虑一个想象的计算 因为在我们水质里边 设计的公式相对于是比较少的 那么提到公式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公式是干嘛的 第二个你要明白 这个公式的这么含义是什么 第三个你要回去计算 那么计算的时候 我们既要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我们还要保证它的单位的重要性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我们要注意 好 我们再次去看一下 回顾一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这个P是什么呀 是混凝土生产所需的单位小时生产能力 对不对 它是什么呀 单位小时生产能力 那么这个单位小时 所以是杠小时 那么对于我们的混凝土 不像咱们砂石用的是吨 我们的混凝土是用的是方 立方米 对吧 所以这个单位我们要去注意 好 那么这个单位小时的生产能力 是它的量除以时间 所以咱们这个P就是等于总量 除以总时间 那么我们刚才知道了 这个总量是什么呀 月 月嘛 月的量 所以我们在后边就要除以的是小时 我们将月换算成小时 对吧 所以这个公式就比较简单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这个QM就是高峰月混凝土交出强度 高峰月混凝土交出强度 它的单位呢 就是立方米每月 对吧 我们这不作为的是分母吗 总量 那么总量呢 因为我们涉及到它的一个不均匀系数 其实呢 就是咱们的安全系数 所以呢 我们在这给它成立一个KH 叫做十不均匀系数 十不均匀系数 啊 因为呢 它对应的是小时啊 时间呢 所以在这给出来的是它的一个安全值 叫做十不均匀系数 啊 我们取的是1.5 对吧 那么我们一个月能有多少个小时啊 我们知道的是叫月工作日数 一般取25天 安娜日工作时数 取的是20个小时 所以是500个小时 来计算 那么这个呢 相对于公式比较简单 所以咱们16年出了一道相当案例题 那么我们的18年呢 就会涉及到一个字幕的含义 那么18年的字幕的含义会放到了咱们前面 技术部分的啊 技术部分混凝土吧 工程的 在那个公式里边 考虑大家字幕含义啊 相当于叫和的时候 大于等于 是不是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给出来的一个简单的小计算公式 我们一定要去懂字幕的含义 那么我计算出来了 这个它的小时生产能力啊 是这么点 比如说我给出来了啊 它的小时生产能力是我们的1000 1000立方米每小时 1000立方米每小时 那我要去叫和呀 你到底满不满足我所需的呢 能满足吗 你生产这1000 你我如果用1500就满足不了 那我如果是用800 你就能满足 那么如何去叫和 它到底满不满足呢 我们前面说到了 用的是最大仓面 最大仓面 我最多的时候 我用800 那么剩下的我肯定能满足吧 对吧 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叫和的时候 到底如何去叫和 我来去看一下下面这个公式 下面这个公式呢 我们按照的是最大仓面 进行交注的时会啊 而且必须在底层 底层混凝土呢 出凝前去覆盖上 覆盖上一层 咱们的啊 这个呢 咱们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啊 在出凝时间嘛 他们今天是一天间隔 是出凝 对吧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满足的公式是什么 看了满足啊 QH QH是什么呀 就是所需的单位小时生产 应该什么呀 大于等于的是1.1啊 乘以小括号FT 除上相应的一个时间 其实这个也是总量 除以时间 对吧 咱们前面说到了 总量除以时间 那么这个总量 你就要是计算了 因为我要去交注 你要注意啊 你要去交注 你交注的时候 最后成的是一个面呢 还是成的是一个体呢 成的是一个面呢 还成一个体呢 是一个体积吧 立方吗 体积吧 对吧 那咱们这个体积 是用咱们这个面 面积乘以高度吧 因为咱们是舱 交注舱 所以咱们要去注意 它这个体积怎么算 怎么来的呢 它就是用的最大舱面的面积 乘以的最大舱面 混凝土的分层交注厚度 因为咱们是一层一层的 在这提到的 一般咱们就是咱们的平交法 最常用的平交法 那么前面会提到了最大的块 因为咱们的平交法是怎么样啊 从我们的入舱口到头 整个走一遍 对不对 叫做咱们的舱面 所以呢 它用到的是舱面的面积 从头走到尾 那么因为我们是一层一层的呀 所以我们的舱面的最大舱面积 乘以它的厚度 就是整个我所出来的 我所需要的 需要交注我的这个体积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 F乘以D F乘以D 好 那么F乘以D完了以后呀 由于咱们在生产和交注过程中 也存在它的不均匀性 所以呢 咱们也给它成了一个安全值 这儿是1.1 这个1.1呢 叫的是什么呀 叫的是咱们交注生产时的不均匀系数 前面的那个KH叫什么 KH叫什么呀 时不均匀系数 但是呢 在这儿我们要去注意 它是生产和交注时的不均匀系数 但是呢在咱们一键上 并没有跟大家说出来 咱们的二键上会涉及的啊 在这儿直接给出来的1.1 并没有以字母的含义来代替 对吧 好 我们要注意的点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呢 就会我们的总量有了 给它成了一个安全值 好 给它成了安全值以后呢 我们涉及到的是单位小时 所以我们要除以时间了 除以它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呢 和充营有关系 还和什么 和你的运输 刚才们学校说啊 和运输有关系 所以咱们是跟初宁提一 对不对 但是呢 不是说你办了 你就直接用 我们什么呀 需要从半核楼啊 也就是需要从它的半核机 到我们的入仓的时间 运输 所以我们减去啊 用我们的初宁 减去它的运输时间 就是我们整个的时间 总量除以时间 就是我单位小时 单位小时 它所需要的这个量是多少 只要你生产的能满足我所需的 那么你就可以 这个生产系统就是OK的 和规模 是不是啊 刚才咱们提到了 我们前面生产了 可以是1000立方米每小时 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呀 算出来乘以一个1.1 乘以相关的量以后呢 给出来的是880立方米每小时 好 那么它就会去满足的 对吧 大于等于吗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来去看一下 触境时间我们掌握了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它的一个出机口到入仓温度 那么我们一般的混凝图呢 是不超过1.5小时 温控的时候呀 我们更要去缩短 它的一个时间是45分钟 秒去注意的点就OK 那么对于这个公式呢 我们再去掌握前面技术部分的 公式的基础上 再次去回顾一下就OK了啊 只不过在这儿呢 我们涉及到的是最大层面 在前边呢 我们涉及的是交出块的面积 和交出块的厚度 对吧 因为它是平交法 所以这两个满足的意思 是相通的啊 这就是咱们涉及到这两个公式 和前面重复性啊 是非常强的 它的考试方向呢 我们基本上考计算 就考的是第一个 考计算考第一个公式 考这么含义 考的是第二个公式 对吧 我们18年就考了前面 所涉及到的SD 这个S 那么并没有考这个F 好 这就是咱们所涉及到的 关于混凝土生产系统 这个规模的判定的相关知识 两个重复公式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个 那么第三个呢 就来到了混凝土的制冷和制热系统 首先咱们要知道混凝土制冷 在我们的水工建筑物里边 是施工场地 是必须要知道的 为什么呀 因为咱们这个水工建筑物 比如说咱们这个混凝土吧 它属于的是什么 它属于的是大体积混凝土 那么对于大体积混凝土 最突出的特点 再次回顾是什么 到现在了 应该没有人说不出来了啊 水化热太多 那水化热太大 不就是温度太高吗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温控啊 那么前面已经说了 老师你给我讲讲 大体积混凝土温控吧 它的完全都变了 我说如果都讲的话 设计时间太长了 所以咱们后边有相通的 给大家再次设计就OK了 对吧 好我们一起来看啊 那么来去看我们的制冷 制冷是什么呀 就是咱们的温度太高了 高于它的要求的温度 那么需要用咱们的制冷系统 那么在去选择混凝土 预冷材料的时候呢 主要是我们设计到的 就是骨料的预冷 对不对 我们可以骨料的堆长的一个降温 冷水的半盒 加冰的一个搅拌 预冷骨料等 但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 我们需要大家注意 说一般不把胶凝材料 一般不把胶凝材料 比如说咱们的水泥和粉煤灰 作为它的预冷材料 因为咱们的胶凝什么呀 你预水以后就硬化了 水泥是什么呀 水泥是咱们既能水硬性材料 既能在空气硬中 又能在水中硬化 你在水中已经硬化了 它就影响它的效果了 所以我们是水泥啊 既不能预冷 又不能直接加热 直接加热 破坏了它的一个内化 对不对 化学组成 那么我们预冷 破坏了它的一个物理性 对吧 物理性的破坏 导致了它内在的一个性质的破坏 这个大家要注意点点 好 这个咱们要去注意啊 这就是咱们的水泥一个小考点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预冷骨料 那么我们的胶凝材料 不能预冷 但是我们的骨料 我们的沙和石头能预冷 对吧 那么我们的预冷骨料呢 我们主要采用的方法呢 这儿还写的骨料啊 所以说老师啊骨料都改为极料了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极料 预冷极料啊 是它的降低的有效措施 前面我们的温控上也跟大家说几道了 我们有咱们的水冷法 风冷法 真空气化 真空气化法 还有咱们的液氮预冷法 但是呢 在咱们前面技术部分提到大体积混凝土的时候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前面这两种方法啊 因为对于我们的真空气化和液氮预冷 液氮预冷的话 它的造价等相对比较高 所以咱们重点采用的是前面这两个 那么如果我们的选择体里边让你去答 说预冷骨料是降低的有效措施 常用的骨料预冷方法 有什么 是这四个 但是呢 如果是真正的拿到大体积混凝土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是主要用的是前两个 我们要注意的点啊 主要用的前两个 好那么我们这个水里边我们有什么 进水呀 还记得吗 洒水 记不记得 进水洒水 对不对 进水洒水 还有咱们这个风冷 好 那么在我们前面提到了 关于咱们大体积混凝土 它新变的点 涉及到啊 如果是对于常态混凝土的话 我们既可以用水冷和风冷 那么如果对于碾压混凝土 挺好啊 如果对于碾压混凝土的话 碾压混凝土 我们主要最宜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水冷呢 还是风冷呢 碾压 要注意啊 对于我们的碾压混凝土的话 我们主要用的是风冷 好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这就是咱们新变的点 和咱们前的大体积混凝土 是相似的 对吧 进行一个挂钩 好 这就是咱们给出来的制冷系统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它的制热 就是有时候温度太低 我们需要去制热 对吧 好 那需要提高 我们用热水搅拌呢 对不对 那么若加热水不能满足 那我们可以去加热骨料 但是我们要去注意的是水泥 不能直接加热 也就是水泥啊 你既不能遇冷 也不能直接加热 那么我们的题目之中呢 很可能直接去出箱的题目 也可以就让你去出什么呀 下来的说法正确是什么 下来的说法错误的是什么 要注意的这个点 就要注意啊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 提到的一个低温季节混凝土 施工的气温标准是什么啊 是当日啊 当什么呀 当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 在五摄氏度以下 或者是最低气温连续五天 稳定在零下三摄氏度以下时 我们按照的是低温季节进行混凝土施工 也就是说呀 这个混凝土施工 它也设置到一个低温季节 它设置低温季节的要求是什么 叫做的是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 五摄氏度以下 最低气温连续五天零下三摄氏度以下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 关于一个气温施工的第二个 那么前面呢 我们会设置到的第一个 就是冬期时工 第一个冬期时工 它的标准是什么 好 第一个冬期时工 它的标准是什么 还记得吗 五到三 我们要去注意它的一个措辞啊 我们第一个呢 是涉及到的是五摄氏度 和零下三摄氏度 零下三摄氏度 零下三摄氏度 那么我们这个第五个五摄氏度是什么呀 并没有连续几天 我们是昼夜平均气温 啊 我们是昼夜平均气温 五摄氏度以下 对不对 或者是最低气温 零下三摄氏度 但是在这儿具体的一个描述 叫做的是日平均 因为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混凝土都是在白天呢 所以补体到昼 对吧 啊 我们希望大家学注意的点啊 冬期时工 它的一个描述和这个很相似 但是对于我们的低温记忆节 混凝土时工 它的描述更为苛刻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个 第三个提到的就是它的供电系统 三类负荷 一三列的单选就考察了 首先我们看具体负荷之前 我们想注意 我们分为了三类负荷 这三类负荷 它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的 没电 不行 从它的影响 难易程度啊 影响重要程度 我们分为了三类 也就是一类影响最严重 你没有电 你没有电了 你如何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那么二类 三类 越来越是 其相对比较轻一些 对吧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一类负荷 影响最重的 也就是你没两件 不行 怎么这样 情况下呢 来看 井 井和洞内的照明 什么叫井啊 就是我们看不到 是不是 必须有光才可以 井和洞内的照明 再有什么呀 我们的洞内的照明啊 排水啊 通风啊 或者是机坑内的排水啊 迅期的 迅期的防洪啊 泄洪设施 以及医院的手术室 急诊室 重要的通信啊 以及咱们相关因停电 可能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设备故障 引起的严重损失的一个重要负荷 没电了 不行 坑内行吗 井内行吗 讯息可以吗 不可以 医院的手术室可以吗 不可以 这就是严重 非常严重的 对吧 这个的没电 不行 这是一类负荷 来看我们的大中型的话 我们一般情况下 要有两个以上的电源 否则要去自建这个自配厂 建这个自配电厂 对吧 因为它没电不行 这就是咱们手术的一类负荷 那么考选择的话 一般会给出你像那个描述 让你判断是几类负荷 或者是让你说 下列属于一类负荷的什么 下列属于二类负荷的什么 这就是咱们的一类负荷 暗的没电不行 对吧 可能没了电以后造成人身伤亡的 好 我们来去往下看第二个 第二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二类负荷 那么二类负荷呢 就是说除这个洞和竖井以外的 土石方开挖施工 对啊 开挖施工 除了咱们这个洞和竖井以外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主要包括的 就是咱们给出来的 跟混凝土相关的 胶筑施工啦 混凝土搅拌系统啊 制冷系统啊 风水系统 供风系统 混凝土的预制构件啊 所以和混凝土相关的 和这个什么 混凝土的系统相关的 这些呢 都是属于二类负荷 那么来继续往下看 什么三类负荷呀 三类负荷就两 谁呀 木材加工厂和钢筋加工厂 而且呀 咱们这个木材加工厂 和钢筋加工厂 基本上在每个厂地里边 我们都一般都会设计 而且这两个都会集中布置 所以我们一般 木材加工厂的旁边是钢筋 钢筋加工厂的旁边是木材 对吧 哎 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点 那么一般咱们在做选择题里边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啊 我们重点去掌握二类和三类 我们去排除 排除一类就OK了 好 做选择 对吧 那么其他另外的呢 就是有数于二类 有数于三类的 比如说砂石加工系统啊 还有咱们这个金属机构 即咱们的机电安装啊 机修系统啊 施工照明啊 等主要设施中 部分属于二类 部分属于三类 这个呢 我们不作为重点 我们重点去掌握 一类二类和三类的具体负荷 是什么 好 我们来一起来去看一下 这道题啊 看一下13年 说属于的是二类负荷的是谁 二类负荷 跟混凝土有关 和混凝土的系统有关 第一个 洞内照明 第一个 洞内照明 先跟我说啊 有人学给出个答案来 不错啊 洞内照明 属于什么呀 洞内 属于的一类 太暗 没见不行 对吧 B 钢筋加工厂 钢筋加工厂 两个 木材和钢筋 两兄弟 木分架 它属于的是三类 B 看到了啊 混凝土搅拌系统 混凝土搅拌系统 属于的是二类 对吧 还有我们的D 鸡坑盘水 鸡坑盘水 属于谁呢 属于的是一类 对不对 鸡坑也是暗 所以正确答案 就是给出来的 是咱们所说的C选项 这就是咱们考到的选择题 比较简单 好 不错啊 reach out to 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